2024年10月6日要文充满希望 担忧特朗普煽动言论 拜登表对美国大选能否和平进行失去信心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拜登星期五 10月4日表示 他对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是否能和平进行 并没有信心 理由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发表煽动性的言论 而他仍然否认自己在2020年的败选 拜登发出警告之际 立法者和分析人士对投票前日益好战的竞选语言表示担忧 拜登在讨论到选举时对记者表示 我相信选举将是自由和公正的 但我不知道是否会和平进行 他说特朗普说过的话 以及他上次对选举结果不满时所说的话都非常危险 2021年 败选的特朗普因煽动叛乱而被弹劾 因为数百名他的支持者在他的鼓动下死命战斗 殴打了警察 砸碎了国会大厦的窗户 破门而入 检察官指控特朗普私人的犯罪行为涉嫌破坏选举 最终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 而将他起诉 特朗普将于星期六返回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 这是他被暗杀未遂之地 长期以来 他一直因为暴力的言论而受到抨击 拜登在担任总统期间首次出现在白宫简报室时发表了这些评论 他宣传了其政府的成就 与此同时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 卡姆勒哈里斯 和特朗普正在战场州进行竞选活动 这些州可能会决定谁将入主白宫 特朗普星期五在北卡罗来纳州竞选 重申了他对于2020年选举欺诈的指控 他说我们应该当选 但记住这点 他们作弊的厉害 他还访问了临近的佐治亚州 四年前拜登以微弱优势赢得了这个摇摆州 但2016年特朗普在这里获胜 这里也是2024年选举地图上最大的奖项之一 在2020年败选后 特朗普积极介入乔治亚州的政治 推动州官员找到足够的选票来推翻拜登的胜选 现年78岁的特朗普被州检察官指控犯有敲诈勒索罪 此案目前暂停审理 预计将在大选后重新开庭 特朗普则否认有不当行为 哈里斯在所有七个摇摆州的支持率与特朗普不相上下 星期五他在密歇根州举行集会 这是工会的重镇 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制造业衰落的缩影 哈里斯指责特朗普危及密歇根州的汽车业就业集会 他在底特律停留期间说道 这个人只为自己而战 这个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打击工会 之后在弗林特市 他称特朗普是美国史上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的最大失败者之一 ABC报道称特别检察官杰克 史密斯在法庭文件中概述了前总统川普及其盟友为推翻他在2020年选举失利而做出的全面和越来越绝望努力的新细节 该文件旨在为史密斯在最高法院7月豁免裁决后对川普的起诉辩护 川普故意对公众、州选举官员和自己的副总统撒谎试图在选举失利后继续掌权 同时检察官在165页的文件中私下将一些选举舞弊的说法描述为疯狂 文件称当被告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失利时 他诉诸于犯罪试图继续任职在私人同谋者们一起 被告发起了一系列越来越绝望的计划 以推翻他输掉的7个州的合法选举结果 当川普试图通过诉讼和欺诈性选民推翻选举的努力 未能改变选举结果时 检察官指控前总统煽动暴力 检察官称川普对他在1月6日故意点燃的火星河负有直接责任 被告还知道他只有最后一个希望阻止拜登被认证为总统 就是站在他面前的大批愤怒的人群 因此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被告发表了演讲旨在激怒他的支持者 并激励他们游行到国会大厦 史密斯写道 川普竞选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发布文件是为了干涉周二副总统辩论后即将举行的选举 这整个案件是一场党派的 违宪的猎物行动应该被完全驳回 美国一直在监督此案的地区法官塔尼亚 楚特侃回应了辩方对党派偏见的指控 法官写道 被告的反对简报一再指责政府有恶意的党派偏见 被告不支持这些指控 继续以政治言论为重点的辩护方式 而不是解决手头的法律问题 这种关注不仅对法院没有反应和帮助 而且也不适合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 并破坏了本案的司法程序 未来的文件应该针对法院面前的问题 法官长期以来一直表示 选举对他的决策没有影响 并于周三下令公开发布该文件 检察官称 尽管多名顾问告诉他 结果不太可能在选举日最终确定 但川普早在2020年选举日之前 就为他的罪行打下了基础 包括在支持者中播重怀疑 并计划立即宣布胜利 由于美国东海岸港口风云在起 码头工人世纪大罢工 人人又要去Costco抢手指了 中国经济将要遭受重创 拒绝中国产品 将令美国本土产品将大行其道 10月1日 美国国际码头工人协会 宣布在美国东部和墨西哥湾沿岸的 14个主要港口举行罢工 从缅因州到德克萨斯州的集装箱运输全部停止 这些港口控制着美国近60%的集装箱运输量 这是美国50年来第一次东海岸港口罢工 早在2018年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与美国海事联盟 也就是东海岸港口的资方代表 签订了一份长达6年的劳资合同 这份合同在2024年9月30日已到期 由于美国东西海岸的同类工人工资严重倒挂 差异在35%左右 由于成本原因 更多商船选择在码头工人人工便宜的东海岸卸货 钱比西海岸少 是比西海岸多 东海岸的工会要求在新合同中写明 6年内加薪77% 这个方案被资方言辞拒绝认为 工会是漫天要价 拜登提出的全面推进码头自动化 包括取消手工登记 出入数据 进出车辆自动登记 自动收费 启用自动起重机 取消人力集装箱搬运车等等 也引起码头工人对此大为不满 目前第一个焦虑的是美国零售商 第二个焦虑的是美联储 第三个焦虑的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第四个焦虑的是川普 其实最焦虑的是一股 美国国际码头工人协会 在2020年的大选中全力支持了拜登 而今年直到现在 他们还没有宣布 今年大选支持哪位候选人 据说工会负责人 已经和川普等人秘密会面 得到了川普的嘴炮支持 无论如何 对中国A股的伤害巨大 纽约市市长亚当斯 在周二 10月1日 召开了他的美洲例行记者见面会 遭到了媒体问题的轮番轰炸 当然昨天周三他又出庭了 周二最集中的问题围绕在 为什么他认为自己今后将在法庭上 疲于应对检方和法官的提问 还能同时做好纽约市长的工作 亚当斯 过去11个月的事实 已经证明我有这个能力 继续做好市长 我已经和周长进行过愉快的交谈 他知道我这些年都做了什么 我明天就会出庭 我不需要代理市长 因为我就是真正的市长 我将继续领导这座城市 城市宪章规定 如果市长因为某些原因不在本市 而无法履行市长职责 则有一些机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将遵循这些机制 有人问前警察局长卡班辞职时说 他在接受FBI调查的时候不能分心 那你亚当斯为什么能分心呢 亚当斯 在过去的十个月 或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调查阻止我了吗 城市的运作停止了吗 没有 一直以来我的生活中总有一些事情发生 没人知道我担任区长时 我会失明 医生说这一年你会失去势力 我仍为布鲁克林区人民服务 我可以处理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 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有人问 你为什么认为土耳其大使馆 是你的选民而为他们服务 亚当斯 布鲁克林有着全国第二大 土耳其裔居民社区 和他们的使馆联系不是什么新鲜事 有人问 你对撤销官司或者打赢官司有信心吗 亚当斯回答 我充满希望 因为我没做错任何事情 这是我希望的来源 有人问 川普认为你是因为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发生得罪的联邦 才受到起诉的 你接受川普的支持吗 亚当斯 我欢迎每个美国人的支持 无论他们是谁在哪里 那些知道我了解我的人 我欢迎来自这个伟大的国家的每一个人的支持 有人问 对于前州长库默竞选市长的传闻怎么看 亚当斯回答 纽约市是世界最伟大的城市 他们不想参选市长才有问题呢 有人问 和州长霍楚的关系如何 亚当斯 最近和州长有过一次愉快的交谈 我认为 州长知道 我会努力工作 我会继续推动这个城市向前发展 我正在和他沟通 让他知道 我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我认为他的做法 和其他纽约人一样 我们希望亚当斯成功 因为他现在是纽约市的带头人 有人问 官司费用问题 亚当斯 我会支付我的账单 并且暗示很多人 给他打电话 要在财务上帮助他 有人问 你的内阁这么走马灯式的换人 你让纽约人怎么信任你 亚当斯回答 换人属正常 我们一直都有大量候选人员 市长亚当斯的律师团队 周一提交动议要求检方 撤销有关土耳其大厦 消防验收的指控 声称 亚当斯当时还未当市长 没有权利向消防局局长发号施令 他获得的土耳其豪华福利 是小费不是贿赂 其实最要命的是 亚当斯竞选纽约市市长 是得到稻草人捐款的麻烦 无法解释和撇清 因此得到纽约市的公共匹配资金 而形成诈骗指控 一封来自神户学院大学教授 上携博之的检举信 举报石破茂曾担任代表的自民党 政治团体水月会 指控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 存在严重的少写收入行为 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政法 这个还需要观察 石破茂一直认为 建立一个亚洲版北约 可以遏制中国扩张 这也是对于西方盟友来说 至关重要的战略举措 他强调 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虽然已非常牢固 但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 与加拿大 澳大利亚 菲律宾 印度 法国和英国等国 建立更为紧密的准同盟 并深化与韩国的安全合作 将会形成一个 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 轴幅式安全体系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 石破茂甚至提出了 在该框架下 引入美国核武器的想法 当然这与日本长期奉行的 无核三原则相违背 这个原则明确规定 日本不拥有 不制造 不运进核武器 更为关键的是 石破茂的提议 暂时并未获得 主要盟友的支持 美国和印度 已经明确表示 反对建立亚洲版北约的想法 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早前就已经表示 华盛顿并不打算 在印太地区 建立一个类似北约的框架 现在看来 一切还为时过早 石破茂曾经在美国智库 公开发表文章提出要修改 日美安保条约 以纠正日美同盟的不对称性 美军在日本不应享受特权 日本要收回美军在日本享有的 治外法权 日本不再需要美军的防卫 而是要逐渐实现全面自卫 美军应逐步撤出日本 如果美国不接受这样的同盟协约 那就应该允许日军可以驻军关岛 以体现日美同盟式对待同盟关系 今年6月底 美国突然宣布将在今年12月底之前 大幅削减冲绳基地的美军数量目的是 后撤到关岛 在今后数年内逐渐建立起一支 规模较小 但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滨海作战团 实际上就是为日军留出操作空间 虽然美国暂时不同意东亚版北约的思路 但是美国欣赏日本成为东亚以色列的思路 适当放宽限制 让日本成为美国对等盟国并无不可 也就是让日本自由发挥 而德国已经是自由发挥成功的典范 还是工人阶级有力量 当发现富豪工会主席和川普开始勾搭后 白宫的动作飞快下蛮力施压船东和资方 美国东岸码头工人大罢工闪电结束 估计很快国际码头工人工会会背书贺锦丽 周三晚些时候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和美国海事联盟宣布 已就工资和延长组合同达成了暂定协议 埃劳50年来的首次罢工 见证了4万5千名工会员工离职 并停止了从西英格兰到德克萨斯州的 14个主要海运枢纽的36个港口的集装箱和轮式处理 9月3日周四就在拜登总统谴责雇主 不真诚地讨价还价并敦促恢复谈判后 关于和解的传言出现 知情人士称新协议很快就达成 毕竟有西海岸的码头工人薪水被当成参照物 据说在新协议的6年内提供61%的加薪 而不是77%即每小时4美元 并将主合同延长至2025年1月15日以允许双方就畏决问题进行谈判 艾勒一直在寻求加薪5美元美元 而航站楼运营商和航运公司则提供3美元美元左右加薪 双方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目前所有罢工行动将立即停止 主合同涵盖的所有工作都将恢复 尽管具体何时尚不清楚 没人谈到反对码头自动化问题换做谁都会很开心 只要码头能自动化还不吵人 钱多或少离家近对于工人而言是美差 码头工人人人年薪至少10万美元以上还能实习 一旦市长亚当斯赐之后 即能排序接手担任代理市长的与竞篮残疾做斗争的史公益维护官威廉姆斯 被指也曾接受与亚当斯人头捐赠联邦指控相关承包商的竞选捐款 威廉姆斯与亚当斯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纽约邮报揭发威廉姆斯从乌兹别克裔美国人商人曼苏罗夫和他的两名员工那里收到5000美元美元捐款 曼苏罗夫在亚当斯联邦检察官起诉书中被指为商人寺 曼苏罗夫除了自己直接捐款2000美元美元外 还非法向为亚当斯2021年竞选团队捐款的员工总共偿还8000美元美元 根据竞选财务记录显示 威廉姆斯的连任竞选活动于1月24日收到了曼苏罗夫的2100美元美元捐款 同一天曼苏罗夫的承包商和建筑管理公司的两名员工分别捐赠了2100美元美元和800美元美元 此外曼苏罗夫还曾经为威廉姆斯2022年竞选州长捐赠了1万美元 当时败给了现任州长获处 威廉姆斯和他的工作人员于10月2日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但其发言人表示与曼苏罗夫有关的捐款将受到审查 亚当斯被指控收受土耳其官员和国民的贿赂和非法竞选捐款 并以协助土耳其领事馆所在一栋36层大楼通过纽约市消防局检查作为回报 起诉书称两名亚当斯竞选工作人员要求曼苏罗夫捐款1美元万美元 他们更告诉曼苏罗夫其合法捐款不能超过2000美元美元 他应该只是员工为这项活动捐款然后偿还给他们 曼苏罗夫最终向4名员工每人偿还了2000美元美元的捐款 这就是典型稻草人人头捐赠犯罪方式 而反过来亚当斯的竞选团队也顺便获得市府的配对捐款 更是罪上加罪 联邦检察官于10月2日在法庭上透露 纽约市市长亚当斯可能会在联邦贪腐案中面临更多指控 因为他涉嫌在长达数年的行动中向土耳其权力前客 出卖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而且他身边其他几个人也可能被起诉 亚当斯的起诉书称 市长的贿赂计划中有多名同谋 检察官斯科特称 其中许多人将在审判中作证 我要抽空查一查纽约市市长的第三顺位该轮到谁 即将在10月12日召开的拉姆斯泰因会议 将有更多重要决定出台 乌克兰外长西比哈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后称 落实泽连斯基访美达成的共识 以及协调进一步行动将使乌克兰更接近胜利 日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 米勒称美国已经接受乌克兰的胜利计划 并与乌克兰密切合作实施该计划 泽连斯基胜利计划的重点是 加强乌克兰作战力量最终结束战争 而不是详细说明明天如何结束战争 该计划包括获得针对俄罗斯基础设施 实施打击的重型关键武器 目的是迫使俄罗斯通过外交手段 停止战争撤出军队进行谈判 计划再次强调乌克兰保持强势地位的重要性 胜利计划的重点是 要求盟友援助重型关键武器 对俄方的重点基础设施 包括军工 基地 能源 进行打击 使乌克兰的作战能力处于压倒性优势地位 从而迫使俄罗斯撤军 谈判并结束战争 乌方的胜利计划中 并不存在川普等人所称的 以土地换和平的设想 也就是说侵略者必须失败 才能结束这场战争基辅邮报 援引情报部门消息称 10月3日乌军发射导弹 攻击了顿涅茨克附近的俄罗斯军事目标 杀死20名军事人员 其中竟然包括6名朝鲜军官 还有3名朝鲜军人受伤 据说这些朝鲜军人出现在那里 是为了与俄军交流军事经验 基辅邮报并没有拿出可信证据 基辅 莫斯科或平壤 也没有对此发表任何官方信息 目前无法证实相关消息的真实性 公开报道显示 莫斯科和平壤的军事关系 正迅速加强包括高级军事人员互访 但没有任何官方信息显示 朝鲜军人已经进入特别军事行动区域 甚至有任何朝鲜劳工 但是针对朝鲜拉垮炮弹维护 有朝鲜技术人员 进入前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